12月4日一篇实名举报华大基因核酸检测不准的自媒体文章在网络热传 一位自称王德明的男子实名举报华大基因核酸检测不准 并表示自己因举报被殴打制裁 当晚华大基因发布相关声明表示 称王某名造谣编制恶意诋毁 该实名举报华大基因核酸检测不准的文章中提到 本人王德明硕士学历 双一流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华夏方舟国家基因库副主任实名举报华大基因核酸检测不准 经手将举报信和万字论证报告交给时任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 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健恼羞成怒 故八人对我毒打 我被殴打断七根骨头终身残疾 华大基因核酸检测不准 为科技真诈骗谋财害命 祸国殃民 华大公司也曾提出以1849万贿赂 让我不再举报被我拒绝 文章中称 举报人本人实名举报华大基因核酸检测不准 负一切法律责任 欢迎华大公司迎战 鉴定方式如下 方式一 由公证机构随机选取一份样本 让华大基因连续测两次 或用其不同型号仪器同时检测 看结果是否一致 方式二 人工合成指定DNA序列 设置特定序列后 公证并保密 让其检测 所有过程和结果在法院和公证人员监督下进行 看华大基因检测结果是否准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